之前跟大家聊过好几个地狱的美人 这个话题真的很有趣 不过在地狱梗里被大家伤害最深的恐怕还是广东人 网上对于广东的刻板印象是 喝凉茶 爱煲汤 容貌竞争力不强 说广东无美女的人很有可能选择性遗忘了阿娇 对阿娇的延迟服气的可以弹幕扣衣 典型广东长相 广东女生的整体长相是珠江流玉形混合越南歹梦人的成分 以及部分原住民百岳基因 体现出来就是幼态架构比较多 眉眼条件格外优秀 有的人鼻子大且宽 部分秃嘴 夏挺短 同时体质率比较低 梁广典型长相其实是李若彤这种类型 眼窝深 嘴唇厚 鼻子小 和李若彤一个类型 但是因为鼻翼大和眼窝浅显得更亲和力的陈松玲也是梁广脸 中楚西也是广东人 但她长相是高拳骨窄长版的陈松玲 现在已经是公认的高级脸 最不像梁广人的梁广明星 养术觉得是成肖 广东人也有长相差异 和拥有三个省 但看起来好像一个省的大东北不同 广东省好似三个省 广府人 潮善人 客家人说话 可能互相都听不懂 长相上细分也有不少典型特征 我们一个个来看 广府人是汉族和百岳珠民族的混血 是大家印象中典型的广东人长相 眼窝更深 颧骨更挺 五官分布较集中 广府地区的高眉骨 高颧骨特征 很容易诞生浓颜美女 很久以前有个模特叫莫万丹 不用演戏 光凭脸就代言无数 还有刚才提到的阿娇 典型的广府美人 瘦削的时候阿娇的两广特性更加明显 但是依然很美 祖籍开评的邱书珍也是广府人 即娇憨明艳于一身 潮善人是黄河流域的和洛人而来 因婚嫁习俗 很少与外地人通婚 外貌上是典型的男人北相 窄长脸 五官更精致 轮廓更分明 蔡绍分 郑秀文 孙燕姿就是潮善人 以及承包了养术整个童年电视剧的 何美田也是潮善人 客家人是很久以前北方汉人南下 结合了当地少数民族长相的类型 典型客家长相以宽方脸低阔鼻为特点 比广府长相整体更柔和 气质也更温润 憨厚 钟楚红 周润发 张国荣都是客家人 说了这么多 忽然觉得人类之所以会觉得 某个区域的人美 可能是因为那个区域的人能力强 富有造成的 比如欧美白人区富有 非洲穷 亚洲东南亚比较不发达一些 所以不推崇东南亚长相 相学上说 男人北相和北人南相都是贵相 很多人还说准 可能是因为在交通不方便的时候 需要非常有能力才能够远头迁徙吧 比如种个状元什么的 才能把这个地域的基因带出去 基因这么好都状元了 说明有两把刷子 肯定贵呀 钱太重要了 最后一键三连 祝大家都能财富自由